小虫大火不断燃烧 甚至失去控制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附近房屋都是一片橘红色 冒出浓浓黑烟 这里是美国加州优胜美帝国家公园附近的橡树大火 当地野火已经连烧两天 燃烧面积将近1.2万英亩 当地6000多人紧急疏散 消防人员压低身体冒险对抗火势 除了在空中喷洒药物 也从地面奋力扑灭火势 只是野火继续燃烧 甚至有民众在飞机上还看到云层出现一层殉壮云 触目惊心 野火现象也在欧洲国家发生 希腊烈士波斯岛的滨海观光圣地瓦杰拉也爆发大规模山火 整片森林烧成橘红色 消防人员和民众联手试图撒水扑灭火势 只是目前已经有至少两栋房屋被烧毁 野火无情肆虐 全是因为热浪 巴尔干半岛一度出现42度高温 河马海豹都热到泡在水里消暑 至于亚洲国家同样热到暴 南韩民众甚至来到泥江海水浴场玩泥巴消暑 只是虽然民众享受夏天 但联合国已经警告 随着温室效应恶化 热浪将成为夏季常态 高温气候恐怕持续到2060年 多训练与亲王子欣另外一报道